欢迎收看彭哥富裕录 台股今天的行情 又跟昨天一样 两样情 昨天往上拉 今天又是沉闷的开始 盘中一度跌破百点 所以最近的一个状况 就像今天的标题 台股进入整理期了 整理期该怎么做 怎么跟之前我们怎么做 怎么赚钱的感觉又不一样 投资朋友们 在之前很热 很积极很热诚的做股票 但最近他们又陷入一个 很沉闷的感觉 跟你讲什么你也不爱理我 所以这时候要告诉大家 你应该怎么样面对这种行情 到底这样行情是适合继续拼 还是修行呢 我们来告诉大家 好 所以我们昨天一样的整理出最近 大家常问的一个问题 请问彭哥 为何最近的股票 都涨一两天 追完强势股之后隔天掉下来了 都套在上面怎么办 这个是很多投资朋友们 一直都会觉得很困扰的 以前追 比如说我们讲追捷利 追 追滑龙都会涨 现在反弹了一天之后 弹了一天 涨了一天 隔天又掉下来了 所以变成大家都很困扰这个问题 因为大家不知道一个美港 如果你知道这些美港的时候 你自然而然就会在这 这时候就知道说 这边你该用力买 或者是这边你观望就好 好 所以要告诉大家 目前我们的盘市不是5月份的时候 5月份的时候 他是一路一直涨 最主要是大盘 他是强势的往上涨 强势往上涨 那我今天告诉大家是 现在的盘市 他的结构 已经跟5月份不一样了 结构不一样 方法就不一样 所以你一定现在的主要策略就是 避免追 强势股 避免追 强势股 好 到底是什么样的结构 要避免追 强势股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5月份的时候 加权是这样走 我们 推后一点给大家看一下 当时的行情一直往上走 大家有没有看到 他的结构就是一路扶腰直上 这是加权指数 所以这边有 有有自告 大家大盘在多头趋势的时候 追强势股 很容易赚钱 什么叫多头趋势 大家都没办法定义嘛 最简单的就是 我们现在价格就在全部均线上面 这个叫做多头趋势 如果你看得懂 这是最基本的 看得懂多头趋势 这边最强势股 你才容易赚钱 那目前现在的状况是什么样子呢 目前的盘式结构是什么呢 目前进入了多头回档 多头回档 好什么叫多头回档 好这时候我们用图一样的 这是刚刚我们看到一路一直往上涨 但是跌破这条11,000点之后 的位置之后连续4天 他天天都一直在跌 我们告诉大家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 很奇怪的一个现象 所以这次我们的课程 就是要告诉大家 这条蓝色线的一个作用性 你懂之后就可以知道 多与空的一个关系 什么叫多头趋势 什么叫多头回档 多头回档 这边圈起来 现在看不懂没关系 经过朋友告诉你 逻辑 方法 解析之后 你就可以知道 这叫多头回档 所以我们先告诉大家 多头回档他的特性是什么 叫做行情销 行情震荡 就涨一下之后隔天都掉下来 涨一下都掉下来 这就有点像盘整 区间小盘整盘的一个感觉 好再就是他走的比较慢 什么要走的比较慢 他不会很明显的一个 连续上涨或连续下跌一个状况 我们告诉大家 或者是他会呼上又呼下 又会在我们的 原起点 就像 跳探口 前面两步后面两步 就这样子 最后还是在原地 在那边跳跳跳跳跳 会有这样状况 所以告诉大家 你走出去的距离会比较慢 好 再就是 他会甩盘 我们刚讲的就是 一上去之后 他又掉下来 你一空下去之后 他拉起来 所以在那边频繁做交易的时候 你就会造成 无谓的一个损失 所以告诉大家 多头 盘 多头会长 他的特性是这样子 好所以我们就赶快看一下 国具的一个结构 他是不是就像我们讲的 捧哥在这边有告诉大家 他是转折 但是他是 不强的转折 所以告诉大家 后面之后他就掉下来 他也是破我们的能量线之后 目前往下面走 为什么要特别讲国具 国具是被动元件的龙头 基本上现在所有 线上电子科技股 全部都用到被动元件 好 所以一样的 国具最近的很多利多消息 他都不涨 不涨原因就是在这边 他市场的筹码松动 开始往 卖压靠龙 好所以 到底他要怎么样子 反 转强呢 他就必须要站上 我们讲的能量线 1050这个附近 他有办法站在1050附近 他才有 渴望止跌回升 而我们讲的止跌回升 之外 因为他在7月的时候 还有一个 配股配息 会让他股价再往下掉 所以 他真的 你要小心 因为结构的问题 他要在6月7月8月 发光发热真的难度很高 所以投资朋友们 这几个月要皮繃紧一点 好所以我们这边的重点提醒给大家知道 第1个 现在追强势股的话 你套在高点的 几率很大 所以最近看到有一些社团 FB社团 FB社团都很比较少在追强势 因为真的一追下去 头又肿起来 因为他们不知道 目前大盘的结构在改变 再来就是转折起张点 你要贴的更近 你才会成功 当然 你的几率也开始下降 成功几率下降 所以也不是现在的转折 就够强 因为阻力他也会 就是举手 我们从我们的趋势结构里面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所以我们告诉大家 再就是其他这个盘 弱弱的 关键 就是在大盘 大盘一定要转向 我们刚才看到 他跌破我们的能量线 他必须要赶快站上去之后 他才会转强 好所以我们告诉大家 学战斗K线 你有什么样的好处 所以一样的 我告诉大家 战斗K线是可以让你从头吃到尾的人 的一个方法 一个行情有30% 我们要吃20% 有50%我至少吃个30-40% 这样子才是一个合格的趋势 盘操作者应要有的一个绩效 当然现在行情没有 行情是走出来的 不是我们喊出来的 行情要推生是要用钱去砸的 你钱多你查的不要远 钱少他就是慢慢涨慢慢涨 你透游这样的方式 用战斗K线去看 是要看 主力他的攻击的力道 我们跟着他一起跟风一起赚钱 这是我们的一个方法 所以 你想赚这样的钱 你可以 可以好好观察彭哥 是不是有这样子一个获利的现象 如果是 也是你要的 欢迎大家来跟彭哥一起 用战斗K线来在市场上面赚到钱 所以一样的 如果能涨到100%的话 这个方式就是可以让赚80%的胜利方式 最近的行情一直 在整理 一样的 我有一些是 拉开价差的 我很想要继续 在大获利 我也是在期待大盘转折 当然 就一样的 现在转折他都用跳空往上 直接转强 所以 你 你不持有的话 你是很容易被洗掉的 所以一样的 你有拉开价差 你可以拼更高 所以现在我们会持有 如果你是 短线操作者 你看到 短周期 转弱的时候 这时候我们就赶快出掉 这样就OK 我们做 我们做单就是要进退有据 进退一定要有一个依据 这样子才有办法在市场上 稳定的 获利 你才站得住脚 这是彭哥要告诉大家的 好 那我们明天 战斗K线就准备要开班了 所以今天晚上9点之前 想上课的人 投资朋友们 赶快 敲彭哥的Lite 因为晚上的话 我们的服务人员 会休息 他可没办法回你 如果你想要上课 有任何问题 赶快敲Lite 线上 小编跟彭哥都会帮大家做一个 及时上面的一个说明 跟 怎么样子让大家可以明天 尽快赶快上到课 我们的教材是有限的 我们赶快 准备好 就是要让大家 学好学满 迎接下礼拜 更艰辛的一个 我们股市的一个震荡的一个过程 好 一样的 上完课程之后 彭哥会开两个月的一个盘中实战交易办 让大家知道盘中怎么样判断 转折 有任何一个迹象的时候 我们在盘中 我们都不会错过 因为你有学过 你才有办法 应付 马上出现的一个转折 你没有学过 彭哥一直在light上面讲 只会造成大家的一些 不确定的一个想象 这样子会让更多人更恐慌 所以彭哥不会在上面随便 发表转强 转弱的一个看法 也在这边 好我们彭哥富裕录 我们下周见 拜拜